最棘手的两个过了 那个废雪跟麦内码就简单多了 因为其实废雪跟麦内码都是 独立性检定或是关联性检定的同样的衍生版 刚刚跟你们介绍另外一个版本的关联性检定的线性版 这个是可以让你们认识废雪检定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废雪 现在我们来看废雪检定的模型 有没有跟刚刚所介绍的另外一个版本的关联性检定很像 只是它这个是通用线性模式 然后这个请注意 Log Minion 这个示范比较多 这个资料很小 这个示范很多 这个需要请大家打开这个废雪检定的这个档案 那废雪检定这个档案里面 它的model 我这个并没有做任何的计次 那如果是在那个一般的 它如果用frequencies 它是直接用刚刚列连表 这个这个关联性检 检定就可以做 然后也不用做任何计次的转换 因为它的那个处理的资料都是非常小样本的资料 那这个这个范例 我那个一直讲起来卡卡 因为它的范例有一点猎奇 就是说它是在调 好像是做一些什么那个部落的 一些什么那个比较没有还没有文明开化的部落的调查 就是说调查什么有些部落会用什么那个比较原始的刑法 像是火星来就是惩罚群体里面比较不守规矩的人 然后它是调查说那个负责点火人会不会感到什么快乐这样子 所以它的一变相 你们可以看到是这个happy就指了 点火人的那个快乐感 然后on fire就是代表说 这个负责执行点火人 他自己决定要不要感到 他自己要不要去点火 所以他这个有点像是说 在看说他会不会觉得说 因为点火而感到快乐这样子 因为这个听这个范例就知道 他这个既然是个很猎奇的案例 所以他自然也收不到多多的资料 那这个就是那个废学检定要派上用场的时机 然后他的那个model 这是我这个就要用到custom的这个地方 那他的因为这个一变相只有两个选项 所以他是必须要用这个binomial 然后我还是给他取log 里面这就会看到link function的功能就在这里 link function就是把一变相的原始数值做转换的方法 所以你们可以看 程度可以望文身也看到说 有各式这是各种各式各样转换数值的方法 然后这distribution就是说 他就是决定他是什么样的那个几率分布 那他这边同样 这里我讲就不用我再写了 这边就是其实他这边也是显示的是一种 OK他这个有点像是有写 我这模型方案1跟2这样子写 有一点点那个脱裤子放屁 因为他们两个就长的是一样 他其实就他其实这边这个卡方的值 就是指了是flow model跟new model的 这个likelihood的笔值 这边给我看到是7.12看起来相当的大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要用那个正 用那个比较正式的这个废学检定 其实刚刚你们 刚刚我们在做这个 独立性检定的时候就已经有注意到 他的选项里面就有这个 就有这个废学精确检定的选项 那通常这都是只有在小样本的时候才要勾它 并且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把它勾起来 它只有告诉我们批纸 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 因为这个是废学 他不是之前在讲那个P值的意义的时候 有跟你们讲那个什么 两个统计学家的解释 一个是尼曼 另外一个就是废学的单分 这个废学精确检定是 废学在想介绍P值的定义的时候 他顺便创作出出来的 就有点像 我今天好像是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刚好也有一个小发明 也连带生出来 所以他这个值刚好是为了要解释 他对于P值的看法 那他在这里是显示的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 根据他之前的说 我们对P值的意义 他这边就是可以 他这边就认为说 这个P值可以去显示 就是说这两个状况 这个独变相 on by 这两个独变相 之间的次数 有不相等的可能性 究竟有多高 不可能等于不相等的可能性 注意有点绕口 是不可能等于不相等的可能性 就是以他的对P值的 以废学对P值的解释 所以说今天那个统计很难学 或很难很难教 有很多的锅 就是那个废学造成的 然后你们又注意到他跟那个 likelihood的这个P值差很多 其实我是觉得他这边 他的这个废学 精确减定这个P值是比较高 结果来说 虽然说如果说 一般如果是点零五的话 好像是都可以 不管你用这个likelihood ratio 还是用这个废学精确减定 都能够得到一样的结论 但是你们这里有没有看到 这里我特别把那个卡方也点出来 就主要是要给你们看到 纯粹的卡方值跟 校正后的卡方值 他的不但是卡方值不一样 P值也差很多 也就是说卡方 它是个很容易受到样本数影响的统计值 特别是在小样本的时候 这里可以给你们看到有一个 你们以后在使用这种卡方减定的时候 要注意的地方 其实我在这里并不是这个 讲废学精确减定的例子 并不是要让你们认识这个减定 不只是要让你们认识这个减定方法 还有就是去认识各种减定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限制在哪里 OK 然后这个 废学精确减定 它是最后这个单元 这四种减定方法 唯一一个我可以用四种模组去处理的一个资料 好那像是这一个 像是这个 我这边我还可以用这个log linear regression 不过这个log linear regression 我的model的设立比较特别 它是个没有 它是个没有那个 没有一变相的model 所以我把医院这样写成这 我把它的model写成这样 就是0 代表说它的医院 因为它这里很 因为你要丢进去的话 它一定要是连续的数值 但是Happy跟Onfire 它全都是二元的 这个名义尺度的变相 它们都是二元的名义尺度 所以用log linear model 它必须要 是可以做 但是我是必须要这样子来设定 然后并且 它的model 我还要设定说 把它设定为是 有一个是 有两个变相的 在这边写错了 先写错 这个是Happy 还好 就是说是两个变相 一个是有两个变相的交互作用 一个是没有 就是在这里的话 就是要比较这两个model 的likelihood的比值 然后你看到这一个 跟一开始的 跟上面那个likelihood ratio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今天有很 你就算是同一个研究问题 你要把它写成一个 用这个线性模型表现的model 不会只有一种方式 那哪一种方式比较好 那真的也是看你的问题 今天用什么样的model问 才能够最能够打到你的问题的核心 它完整的设定是像这样 你要用这个 再提示一次 就是你要用这个 你要用这个frequencies 像这个log linear regression 你的设定是要用这种方式 那真正的内涵是要比较这两个model 应该就是看这个 两个变相的交互作用 次数的交互作用 然后这边的话就两个model 这个就是次然值 然后最后的就是这个二元 它这边就有用到这个logistic 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 它也可以用它 那它的这个用法就跟那个通用线性模型是一样的 只是要知道它还是一个一般线性模型 它的设定都是一样的 跟那个 跟那个 一根 跟我给你们 跟你们的那个通用线性模型的范例是一样的 那它的model也是一样 是看的是 就onfire是意见相 然后happy是独变相